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任务游戏 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任务游戏频道 没有错 我们今天再来玩 天命三国志 哎哟 抽到我需要的寻遇匠心 nice 帅气啊 来一波 帅帅帅 好 那么今天呢 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一期的上古宝库吧 那这一期的上古宝库讲真的啦 他就是复刻 没错 复刻的四只 那这四只角色呢 在现在的环境当中 究竟还能不能玩呢 我们等一下就来一一带大家看一下吧 那一样啊 本期影片会分为四个部分 因为刚好出四只角色 我们这次每只都会讲 有讲过的我们就是二次看一下他现在的一个情况 没讲过的就当作第一次介绍他这样子 那当然啦 像这种复刻旧的角色 你就不要问说冷月要抽什么了 你就把你有抽的角色 抽好抽满 这样就好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啊 角色贵金不贵多 能把一只角色练到极限 这一点会比你 练一堆角色来的更重要啊 所以如果你问冷月说 诶 这一次角色我应该抽什么 我绝对跟你说 就抽你有练过的那一只吧 然后这个灵塔点将不得不说啊 哇靠 真是强到跟鬼一样啊 冷月完全打不过啊 因为完全不是冷月的阻力啊 冷月这一波阻力全部被编掉了 所以等于说冷月完全打不过他第一关啊 但 但凡有我家黄晨彦或有我家 关羽在 哪有的呢 有的那些萧小猖狂 但可惜就是啥都没有啊 真的是 我住个样可以升星了吗 还不够 还差一半 好 上古宝库 那一样啦 有冷月的 之前有想过要抽的陈道 然后有我们的妹子孙上香 之前提过的一个很强的输出角李如啊 以及我们的许楚 那我们就一只一只来说吧 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许楚这个部分 首先说到许楚 如果你有追冷月追比较久的话 冷月在天命三国志当中有一部影片 是被一只两星无双许楚 加一只四星一般天刚许楚屌打的 所以其实许楚这个角色冷月是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么现在就来看一下这只角色强度究竟如何吧 首先 对周围两格范围内的敌方单位造成一定避重伤害 并且禁锢三秒 如果正在决斗则而外延长决斗四秒 非决斗期间则恢复20%的兵力 再来四大历程 己方场上没有一名天刚武将 无双许楚伤害无视15%防御 最多无视45% 讲白就是无视45%防御 所以其实许楚这个角色 他是属于一只单将战力极高的 那当然前提是要能够配合其他的天刚角这样子 再来裸一雪战 进入战斗后对当前目标发起8秒决斗 决斗期间优先互相攻击 并且无双许楚免疫嘲讽效果 自身攻击速度提升35% 并且决斗期间35%几率免疫控制效果 自身技能对决斗目标造成伤害时 会额外对目标造成最大兵力的伤害 每隔16秒会触发一次 裸一雪战讲白了 你开局有时候会被一些嘲讽坦吸走 那嘲讽坦又硬到靠杯 很容易就让你没办法先收掉他旁边的一些近战输出角色 那裸一雪战则不同 他就是开局之后可以先锁定一些 比较脆皮的近战输出角色 锁定之后呢 一样靠范围招去把他最后收掉 那么一样破阵一击 每次攻击有38机会 会对生前两格敌方范围造成避重伤害 如果范围内的敌方单位少于3人时 50%几率造成禁锢3秒 并且该是伤害增加30% 这效果非常强啊 等于是打禁锢的一个概念 虽然50%有点赌运气 但是你要想每次攻击38机会 他等于算是一个变相的几率性控场 一旦运气好 那空到会是你空到不要不要的 那运气不好就没办法啦 这一招就等于基本上半废的情况了 再来 巨力虎吃 裸一血战期间伤害加成提升30% 非裸一血战期间伤害减免提升30% 讲白了 就我今天只要锁到你的一只角色 那我就是因为把你的角色 撸到一层皮掉为止 没撸到呢 那就 我自己硬一点 不要让你把我撸掉就好了 那最后 虎虚无畏啊 裸一血战期间 每秒恢复3%最大兵力值 自身受到决斗目标伤害时 48机会造成反击 对自身周围两格敌方单位造成一定必爆伤害 并且伤害30%转化为自身兵力 所以讲白了 我们的虎虎呢 他很适合搭配在我们的META当中的反击啊 反击流里面 那一定会有人问说 反击流是什么 没有错啦 就是我们的金匠流派里面的肉盾反击 他是很适合搭在这个组合里面的 他是少数无双角是可以完完全全融入我们的现有流派当中的 那再来天赋部分 决斗的时间会延长2秒 裸一血战期间自身受到非决斗目标伤害 35%机会免疫 每次攻击决斗目标时 如果目标兵力低于10% 只有30%机率直接击败 就斩杀的概念 如果裸一血战期间 决斗目标被击败 则自身继承裸一 如果裸一血战期间 决斗目标被击败 则自身为继承决斗目标的20%攻击力 自身兵力首次低于20% 或者受到致命伤害时 会立即无敌5秒 并恢复50%最大兵力值 那讲白了 他开天赋重不重要 哎呀 非常重要啊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说 他只要在裸一血战期间决斗时 把目标击败的话 会继承目标20%的攻击力 这非常重要啊 今天如果说 哎我意外击败的是一只像是无双关羽啊 或说像是一些其他的近战角的话 近战输出角的话 由于近战输出角的伤害都跌得非常高 你这一个继承下去 徐鼠瞬间变成一只超强的单人猛将 在敌阵当中 杀来杀去 完全无惧敌方 凶险 就靠自己一只角色在里面冲来冲去 啊当然啦 这只角色一样啊 因为他第四个天赋有复活 那复活这个机制基本上在 天明三国字来说 其实蛮重要的 除非你被禁复活嘛 不然基本上 你只要能复活 那站起来就是多一次输出的机会 所以讲真的 这一只角色如果可以的话 一样是开到天赋四会比较好一点 好那现在 我们的反击流还强不强势 其实以无克为克来说啦 你要走反击流 还是OK的 一样是以我们之前的主流Meta为主 那 只是因为现阶段来说 无双角出太多角色了 杂队有时候都会比 一般天刚队来的强 就是各种无双出来的杂队 因为无双角的强度 实在是超越天刚角超越太多了 所以导致其实后期一些以前的Meta 会比较没那么够力 但是无双许楚这个角色 你说究竟有没有没落呢 我自己觉得啦 他搭配在反击流当中 还是可以击败某些硬度没那么高的 无双杂队 因为我们的反击流本身的硬度坦度是够高的 只要对方输出不够 硬度不足 没办法贯穿你的防御 没办法贯穿你的坦度 那靠许楚以及一些其他反击流的角色 像什么诸葛上那些角色的话 基本上要做到一个反杀 是非常有机会的 这就是之前大家有没有印象 冷月那个许楚战那种情况 两双战力其实差不多的 但最后冷月终究还是输了 那就算你说不挤那个情况好了 反击流之前之所以能成为Meta 就在于他的一个超高的坦度 以及有机会靠磨磨掉对方的一个效果 毕竟反击流他并不是全然无输出 他输出还是有一定程度 还是蛮可观的 所以其实讲真的 无双许楚这个角色 如果你有玩反击流的话 如果你之前没抽 现在还是可以考虑把它抽起来的 那如果你之前有抽 一样抽好抽满 心术远大于心脚 我必须要这样讲 很多人会说冷月之前不是说 新角色会比较强吗 一代新人换旧人吗 不 我必须要老实说 你一只 好啦 我今天一只五星的黄承燕好了 跟一只零星的那个鬼神女部 哇 这两只来比 一比下去五星一定碾压零星啊 所以你与其就抽一只白板出来 不如就是 好好的 把一只角色练到满 会来的更实在一点 所以冷月现在也决定了 除非他复刻我们的黄承燕 或复刻我们的无双关羽啊 不然冷月基本上 现在所有无双角我都pass 我就是一直存元宝 我就是一直存元宝 存到有办法 把我的关羽或黄承燕做突破 突破之后呢 再把关羽的星数直接转到黄承燕那里去 然后就帅气啊 黄承燕或关羽那里去 那其实讲真的 个人是比较想要抽关羽啦 因为关羽的话 他的输出真的可观 又来了 网路卡顿卡顿 那因为关羽本身的输出确实很可观 所以我自己会希望是抽到关羽的 但是 四四岂能如人愿 我们一样只能看他什么时候会推出吧 如果他优先推出黄承燕 我也是 不免俗的会把黄承燕拼到五星啦 因为这两只角色 个人觉得他们的单战能力都是比较 强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抽了 是不太会后悔的 强度都是有的啦 那当然关羽的部分就比较纠结一点 因为输出角其实很多 但你说像黄承燕这种 同时兼具减战役啊 还有一定控场效果 又有一定的AOE效果的 我觉得抽了是不会后悔的啦 我自己觉得 那当然啦 黄承燕最大缺点在于说他的天赋啊 他的天 他的天赋的话 几方焚成陆训或陆训 首次受到致命伤食 立即恢复38最大的兵力 且也可获得天击效果 几率为无双黄承燕的一半 那 嗯 这样等于说我其实变相 我要把我的陆训练起来啊 算说冷月陆训现在目前也有 也有一点起色了啦 就再稍微再抽个几次 就可以再升星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我比较不想要玩陆训啊 那当然如果陆训后期一直来齁 那我也没办法 也只能玩了 因为星数确实会比较重要一点点 好的 那是我们今天让大家稍微看一下 无双许楚的部分 那后续要跟大家介绍 我们的陈道 孙上香以及李如啦 那分别 靠我腰 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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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可以 陈道 孙上香以及李如啦 好 那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冷月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透透的 我一定会 一一回复你的 冷月游戏 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 下一支影片 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 b